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负就意味着减考试吗 或者说减考试就能减负吗 我觉得未必 今天的佳话时间 咱们就聊聊关于考试的那些事 首先考试恐怕真的无可替代 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 考试可以说是最公平 公正 客观又直观的选拔方式了 无论是升学 就业 还是说获取各类资格认证 试想如果我们不能靠考试了 那可能就只能靠拼爹了 玩笑有点夸张 但是考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无需多言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们终究要迎战一场场的大考 那平日的小考要取消吗 可能还是保留的好 就比如我们的苏炳天 如果平日只是闭门训练 很少参加正式比赛 又怎么能在奥运赛道上一战封神呢 所以考试本身不是负担 恰恰相反 正是大大小小的考试呢 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 更有针对性的提升自己 到了关键时刻呢 才能更好地把握机会 超越自己 我们要推荐素质教育 要为孩子们减负 单纯减少考试数量 恐怕治标不治本 更重要的呢 还是改革考试的内容和形式 如何通过更加丰富 更加合理 更加科学的考核方式 让孩子们不至于被亚苗助长 而是更加健康 快乐地成长 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给予孩子们更加多元 个性化的发展空间 关于减负或者考试 您还有哪些高招 咱们评论区见吧